以前玩過手機遊戲,多數是入系新 IP 最近我見到越來越多不同的著名動畫推出手機遊戲 上星期推出了一款全新遊戲《犬夜叉》內落之戰 今次遊戲由高橋流未止授權 如果你喜歡有動漫改編的故事 不知道今次遊戲又適不適合你呢? 《犬夜叉》內落之戰是一款 3D 動作遊戲 由經典作品《犬夜叉》動漫畫來改編 其實現在時下有很多不同的改編手遊作品 有些是掛著Skin出來,都是Puzzle、抽彈類型的RPG 有些是拿到遊戲故事出來 用動作遊戲讓玩家重新看一次故事 今次的作品就屬於後者 遊戲內分了不同的編章 被玩家對付在作品中見過的敵人 去到故事交代的部分就有不同的Cutscene 以及日文原裝的聲優配音 就算是 in-game 中用文字交代的部分都有主要的角色配音 所以粉絲方面對這部分可能有分家 在遊戲內容方面,故事去到不同的進度 玩家就可以幫助角色選擇不同的答案 每個內容都會影響角色對你的好感度 好感度在於未來角色升級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遊戲的感覺有點像以前的Online Game 但簡化了遊戲故事過場 以及令到新手更容易了解的故事 輕聞起的遊戲內容方面 玩家亦可以按照任務的提示 角色就會自動去到找相應的NPC完成任務 去到戰鬥場合 玩家就可以像現在市面上大部份的遊戲 控制著角色,使出不同的能力戰鬥 遊戲玩法就像現在市面上普遍的動作遊戲 左邊有個Virtual D-pad,右邊是出技能 除了最基本的移動和攻擊之外 我覺得有兩個要點大家都要留意 首先是遊戲的閃避系統 當敵人的Boss 射出部分AOE 技能時 玩家就可以按右下角的閃避系作出迴避 避開後就可以得到妖氣 令你可以更快地射出大技 其次,當敵人Boss 射出重要的絕招時 玩家亦可以用斷技技能打斷Boss 的絕招 不打斷行不行? 當然可以,是扣多血的意思 當完成故事後 慢慢遊戲就要開放不同的副本給你去挑戰 除了Boss 之外 打完之後會有不同的獎勵 當中就包括了很多升級的Item 以及角色的碎片 令到你未來無論是幫角色突破也好 解鎖新人物也好 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幫助 剛才不是有提到的有好度嗎? 去到不同的有好度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好處 很多時候遊戲中有很多免費的系統 例如免費抽東西或定期派東西那類 有好度就可以令到你在這些系統上得到更大的利益 當你跟角色愈友善 他給予好處亦愈多 而且每個角色可以給予好處亦不同 這個你亦要留意一下 其次不知是否舊式動畫很流行洗澡的關係呢? 遊戲中竟然有一個叫做洗澡系統 可以給你幫角色洗澡 洗完之後可以得到不同的碎片或不同的Item 讓你升一下角色能力 如果你覺得這個角色洗澡系統升級好像不太實在的話 你要實在一點的話 遊戲中亦都有傳統的升級元素 升級、升階 去到一定的角色level 時亦都可以進化 隨著角色level 越來越高 就可以解鎖到其他不同的技能及絕招 角色的能力亦都會大大提高 若然你覺得起遊戲中 日日對著犬夜叉、日無理覺得悶的話 遊戲中當然有些抽蛋系統 如果你想抽不同的角色都可以去到祈福系統裏面抽 但抽完角色回來 他的能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狀態 如果你想他強勁的話 就要跟回我剛才說的系統製造他 當然你打完不同的副本 他亦都有升level 的珠給你 就不用下下帶著很低level 的怪 由一些很初級的地圖重新打過 到你的人物角色升到一定的level 時 就會解鎖不同的秘境 秘境就是一些高level 少少的副本 裡面的獎勵力都會更加好 玩家可以帶三個不同的角色進去挑戰 裡面一開波都是一些賴牌東西 一大堆小怪 然後就會出現一隻比較厲害的boss 平時的模式你都可以客氣玩 但這個模式中 你就要好好控制及配搭不同的技能 平時的故事模式大佬你可以當他傻仔 但這個模式中 它的能力就會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你自己玩的時候就要更加小心 除了能力以外 去到差不多也會有神器系統 它就像平時其他遊戲的裝備一樣 每個部份都有些特別的嘉誠 隨著多達不同的副本和故事模式 亦都會解鎖更多不同的神器 《圈夜叉內落之戰》 就是一款知名的動漫改編遊戲 裡面有著原裝的星優配音 跟很多大IP的手遊作品一樣 用一個詮釋的方法 讓粉絲們重新感受一次知名的動漫故事 亦都可以讓一些完全沒有了解故事的朋友落坑 在於遊戲系統方面 它未必是很有生意很多東西玩 但在於故事方面就可以拉回很多分數了 《圈夜叉內落之戰》已經是上平台上了甲 如果你想找一款有故事可以輕鬆按兩按就玩到 又或者你是喜歡玩這類PVE式日系動漫動作改編遊戲 今次《圈夜叉內落之戰》 都可能是你想找的遊戲 千萬不要錯過了